所以我就想呢 就是说 第一我的感受就是说 视觉就是我们的眼睛看 我小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爱看小说的人 我喜欢读 但后来我觉得 观看好像来得更直接 就是 对 就是说 它不但只作用于我的这个大脑的思维 我觉得它甚至作用于我的潜意识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就是用了这么一个title 百闻不如一见 我给大家一个自我简介 我是湖南人 本科的在清华工程物理系念的核电子学专业 那工程物理系 清华工程物理系 在60年代就是中国造原子弹的时候 是主力军 不过我没有 毕业以后 基本上没有做任何跟核物理相关的事情 来美本来是想读物理博士 但是好像阴差阳错 最后拿到的是材料科学的博士 这是我的博士研究主攻方向 我是做材料分析的 所以很多时候用各种电子显微镜 各种差不多 就是说材料分析的工具都会用 这是我拍的一些 就是我当时研究这个半导理 就是生产的这个化学的 用四季啊 或者说纯净水啊 它里边的杂志 所以我在研究的时候拍的这些照片 我觉得挺好玩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在我一直念到博士毕业的时候 在我们家小孩没有出生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生活好像是顺风顺雨的 也没有觉得就是一个理工女的生活 所以说那时候我在清华的时候 认识我现在的先生 他那时候学建筑 但是呢 也是有点不务正业 老跑圆明园画画 后来就跑到中央工艺美院 念壁画系研究生 所以师承袁运福先生 那时候有人跟我讲说不要加艺术家 我就想好像我们清华理工女养得起自己 所以艺术家穷点也没关系 但是到后来才明白 好像还不是简单的穷的问题 这是我毕业以后的这个 就有一点很 就是有一点好像过于的 我朋友嘲笑我说 你是不是穿着那个华汉兵的鞋 滑来滑去 所以我那个工作就像走马灯一样的 换来换去 原因是因为我是搞高技术的 我老公的时候 我先生的时候是搞 他要搞艺术 所以我们俩很难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刚开始我找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做的这个研究 所以其实很顺利 我拿到过Texas Instrument 德州仪器 也在湾区拿到过 就是job offer工作 但是我当时选择了 在亚里桑那的摩托罗拉 想法就是说摩托罗拉生活费用低 所以艺术家不赚钱 我们也能过日子 所以湾区不敢来 湾区太贵了 但是等到我们在摩托罗拉 在那安顿下来 他确实是可以不用工作 但是他说 这边没有艺术氛围 一定要去纽约 所以反正我们这些年 就是差不多有十几年时间吧 我们就是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我们两人就是很难 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很多时候 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所以生活确实是变得比较艰难 后来就是说 他来到斯坦福 就是我们为了在一起 最终我基本上就变得 好像我的事业变得一无所有 我知道我先生在那听着 所以我不能抱怨太多 只是说一句话 就是这个二十来年吧 从我毕业到我现在 去年我的小儿子上大学 我这二十多年来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 这个时间日子 这个挑战 我觉得是生活 首先是这种不安定 再一个就是说 我自己的这种 好像事业走向不知何处去样的 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艺术好像对我的压迫很大 让我牺牲很多 但同时我在这种二十来年的日子里 我觉得艺术也给了我很多 让我变得很强大起来 所以我就想 我说终究可能艺术的力量是最大的 因为他不但把我老公全部吸进去 也把我吸引过来了 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我为什么迷上观看艺术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但是我们理工女的思维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把它统计下来 我觉得第一条就是说 视觉的这种直接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我小时候就是爱读书 但是随着我年龄变大 我发现阅读很累 而视觉的冲击力 好像来得更直接 再一个就是说 他诉说的这个故事 等到我对艺术的了解 越来越深的时候 我本来就是个故事控 那我觉得他说说的故事 包罗万象 而且非常丰富 就是说你要对哪一个宗教 去了解 你拿到他的神话历史 你都可以在艺术作品里看到 而且我觉得更加的活泼 更加的多元 他的表达的方式 似乎也更真实 因为不是那么容易灿感 另外我就是说 在我自己的这个认识 寻找和自己定位 在这个中年的这种走向一种 我觉得完全接受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间 艺术也帮了我很多 我们我就说 我知道大家都会有各自的体会 就是说视觉的这个感染力 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一两个简单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忘了大概几年前吧 可能是2011几年的时候 我距离年代我忘了 当时我就看到 法国南部有一个岩洞 叫Sovet cave 他们当时就是说发现 它里边的这个壁画 就是这个岩画吧 这个Primitiv 最早的三万多年前 它那个carbon dating 就是说同位数鉴定 说是三万多年前 那我那时候就想我带着小孩 我也没法去 而且师父去也不可能 因为说排队也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 而且后来法国政府就决定 关闭它为了永久保存这个 这个研画 所以他们在关闭之前 请那个Willer Herzog 就德国的一个很著名的导演 就是拍了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就叫 Cave of Forgotten Dreams 就是说 那个失去的梦想 我看那个 我就赶紧的天天盯着 看了这个 我觉得那种震撼 我自己说不清楚 这是我有时候对艺术很着迷的一点 就是说 我自认为我很爱读书 我老是要找到语言表达 但很多时候我找不到语言表达 我感觉到它这个 就是说我们人类那么早期 他们画出来的这些 就是说几笔啊 勾出来的这些动物如此的活泼 如此的就是有动感 有这个生命力 然后还有一种神秘感 就是说这个动物 他们究竟用来做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我突然就把我 就是那种好像近视眼 那样注视着我的生活 我生活里边点点滴滴 我的焦虑 孩子的这个那个 然后什么事情 我觉得好像一下就拉开了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 思觉有时候带来的我们的 带给我们的一些感觉 七月份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朋友 在观看那个彗星 我也假模假式的跑到 我先生的那个工作室边上的 山上去看了看 但是我只有一个高 高臂的望远镜 而且我实在是拿不稳 但是我觉得 我到那儿我突然发现 我能看到流星 而且我看到那个 Saturn是应该什么 土星还是木星 哇 感觉像个小Cookie一样的 然后你一下也是好像 就是说你观看这个的时候 你就觉得 我们好像 把我们放到一个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剧里 就是说 你把它放到这个 perspective放对了 就是你不再只是 超近的注视你的生活 你把它拉开距离以后 你会觉得 有一种幽默感 还有一种放松的一种感觉 还有就是 我去那个雅典的时候 当我们飞到那的时候 很晚了 所以去酒店的那个路上 那个出租司机开着 我觉得好怪 两边都是那个 很多的墙上都是涂鸦 然后显得有一点点破败 酒店还不错 我们进去住下以后 我就说我好饿呀 后来那个酒店的人是说 你绕过这些小巷子 你可以找到一个集市 你可以吃点东西 我觉得好像心惊胆战地 摸着走过去 但是在我一抬头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前面的建筑改变了风格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 是一个十世纪建的一个教堂 那我一下就很震惊 我就接着往前看 前面就是那个哈德良的图书馆 它的废墟 我再往上看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雅典卫城 那个就是说我那么疲惫 而且在这个当时有一点 破败的街道上看过去 我觉得那时候雅典卫城 就真的像一个 从天上掉下来的城市 就是浊浊生辉 然后我就真的很感叹 就是说两千多年前过去 它已经只剩一些残岩 淡壁一些废墟 但是它还是那么美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更多的 更多的可以欣赏的 就是说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跟别人分享的这些时刻 我只是说简单的讲一下 我一些感受里边的一部分 另外我就是讲到这个 就是说艺术带给我们的 对人类的历史的了解 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念历史 实话说可能也归功于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 历史教的实在是不是很有趣 所以然后像什么地理 我觉得它难记 所以我是对历史那时候觉得一无所知 但是随着年龄都变大 我发现历史非常有意思 而且我感觉到 我要了解历史 我才能了解我现在的社会 和我现在我自己 我记得 英国有一个艺术评论家 John Ruskin 约翰·纳斯金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而且这个话后来被 就是英国BBC电台拍那个 文明史的时候 一上来就被引用 他说大国将自己的自传 写成三本书 它的作为 它的言语和它的艺术 除非我们阅读另外两本书 否则无法理解其中的任何一本 但是在这三本书中 唯一值得信赖的是最后一本 一个国家的丰功伟业 可以因幸运而成就 他话语的强大力量 可以是因为他的几个天才的孩子 但是他的艺术 只能由其种族的共同天赋 和同情心来呈现 我相信大家也不能说完全 就是说字面上来接受他所说的 但是我确实同意 就是说艺术的话 它可能是更真实的 因为他所留下的文物 留下的这些痕迹 它是在一个广泛的 漫长的过程中间形成的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被修改 去年的时候我去洛阳 我的一个朋友 非常好的大学朋友招待我们 所以我去了以后我就觉得 我突然想起那个 这一句是若问古军心肺事 请君只看洛阳城 到了那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说的对 就是说你去看那些农 就是说各种博物馆 那种各种遗迹 就这些东西 它是带着历史的痕迹 你无法修改 我在博物馆的时候看到 这样一个叫虚吧 还是许愿 就是说过去你乘放食物 所以他这里边的标记 是这样说的 赵伯虎用作正文考 就是说赵伯虎就是赵木工 他用来拿这个虚 祭祀他的父亲 那我知道赵木工就是说 我们听的一句成语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所以那他是在周历旺时期 对吧 所以我在我记忆中间 我觉得周朝 我就记得只有那时候 披铃披孔的时候 会说带着发光颜的脑袋 去见周公 但周朝跟我 我是觉得好像一个神话 周朝是什么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虚 这件文物在这里的时候 而我想象着 他曾经用这个 祭祀国他的父亲 而且这个成语 这一切好像历史变得 就可以触摸起来 这些故事对于我来说 就很容易串起来 所以我突然觉得 我变得就是对历史的话 用这些东西我来了解历史 我就比较容易 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 我就是不管去哪里 我就是会去查找他的博物馆 查找各种东西 我很快我要把这个地方的历史搞清楚 前几年夏天 我有时候有机会带我儿子去那个东边 那个Cape Cod那边去做翻船比赛 所以每次他翻船比赛 他一走了我也看不见 我也不会说租个船跟着他 我也不会开 所以那我就不管这个城市多么的小 我都要去找 我要把他的那一部分历史搞清楚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然后说这个自我的寻找认知和定位 我就想我是一个用现在的话说 我应该是一个ADHD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直到我后来两个小孩都在这里边挣扎 那我老公说我肯定不是ADHD 那我再去读一些书 我说我就是一个侧头侧尾的ADHD 那我觉得我是很难安定的一个人 所以我艺术慢慢让我就是说 能接近我自己 能跟我自己相处 能单独的 我现在我觉得我一个人 我可以待在那儿 我一点也不觉得烦闷或者忧郁 我总觉得可以找到很丰富的事情 跟我自己相处 这个艺术家叫Mark Roscoe 就是你们要是去Anderson Connection 或者说SF MoMA 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我每次去如果博物馆 我看到他有他的作品 我都会在前面坐一会儿 我就觉得我能在那里边 就是有一种想冥想一样的 很安静的坐下来 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力量 这幅画 我不是在安利我老公 这是我先生的一幅 他原来的一幅油画 后来做成一个壁毯 因为这幅画挂在我家里 所以是我在那儿跳舞或者看电视 反正就差不多是我一个人的房间 那我没事我就会坐在那个沙发上 尤其我一般是从这个侧面坐 那我从这个角看过去 有时候甚至是深夜里头 或者是我睡醒了 我不想再睡了 我就坐在那儿 一个人坐在那儿 我不管是 因为它那个上边是有天光的 有时候是月光 有时候是太阳的光线 我觉得我其实无法描述 究竟是什么 我有时候也试图 但是我觉得我看到它 我就不太去思考 我想也许 这个 这一幅报纸感觉要掉下来一样的 好像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真实 但是我又知道它是一个二维的一个试错觉 它的文字我无法阅读 我知道它在某年某个年代 某个过去的时间 某个过去的地点 然后它记载了很多发生在过去的事情 但好像这一切我也不小知道 我就经常能坐着呢 坐得非常安静的 我觉得我坐半小时一小时 我一点问题也没有 也不知道是不是快进入老年痴呆的前兆 还有一种就是说 我随着年龄的变大 我们就是尤其在中年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我两个小孩还没有上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生活的压力挺大的 可是那时候我总是提醒我自己 我觉得我要把我的视线扩展开 我还是要去看自然 我要观察这个外边那么优美的一个自然 我就经常想起这一幅画 这幅画是贝里尼的 就是说它说The Ecstasy of St. Francis 它又叫Saint-Francis 或者Saint-Francis 就是中国人翻译成 在沙漠上 那他在一个洞里边苦修 他走出来的一刻 他突然被这个 就是他在他眼里造物 煮造的这个自然是如此的美丽 所以这幅画总是让我记着 所以我走到外头的时候 我去爬山 我去什么 我总是要去观察 我觉得我们要享受生活 要快乐 而不是被我们眼前的一些东西挡住视线 而老是在那烦躁和忧虑 所以又回到我们这个理工科的一个本性 就是说我想如果说我们要 就是对于我自己的感受 要把它总结一下的话 我首先我认为 视觉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感官之一 当然听觉也是 我有个朋友跟我讲 说我儿子要学钢琴 我都逼着他学 可是我不愿意听钢琴 我说为什么呢 我说他说我听着没有意义 我听不懂对吧 我说我也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你就享受一下 你这个听觉能带给你的这种感受 不是很美吗 所以我在认为我们所有的感官 其实我们都要打开 我们不要只是逻辑的思考 其实就是说 不管你什么样的信仰 我觉得我们的生理赐给了我们 就是说这么多的这种感受的方式 就像你愿意去拥抱一个你爱的人 你的朋友也好 你会觉得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无法描述 但是你就会很快乐很开心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视觉是一个 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官 我们不应该就是 只把它用来做很简单的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 我有一个朋友 当年因为某一场运动 他被关起来了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他被放出来 放出来然后我们俩就是这么闲聊一样的 然后他跟我讲 他就说出来那一刻最强烈的感受是色彩 他说我突然意识到色彩的存在 而且色彩这么美 我真的是觉得很震撼 他不是一个艺术家 但是他在色彩被剥夺了的时候 突然在看到色彩 他能感觉到色彩那么美 所以我想我们不用等到被剥夺 那一刻才意识到这一点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理工科的思维 我们总是在逻辑里边想 然后我们的思考能力超强 其实我们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下意识的那个部分 我有一次跟一个心理学家交谈 斯坦福的一个教授 我跟他谈 他就突然跟我说了一句很莫名其妙的话 我们都在 他说 他说你知不知道 他说有人的理论是说 百分之五才是我们的意识 百分之九十五是在潜意识 所以那我想潜意识 我是认为我们感官很多东西 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潜意识 另外我觉得视觉艺术 相对于我们就是所从事的这个工程 技术方面 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它提供给我们就是了解自己 了解整个人类 了解世界一些这个资源和途径 它的创新性非常强 很多人说我们在硅谷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创新性 它还真有一些不同 因为我们的技术创新 像我们的产品 我们是不在乎 如果我能把一个产品的功能实现 我不在乎这个技术史成金 如果我能偷到技术 咱们说一句开玩笑的话 那是最好的对不对 那艺术是不是这样的 艺术从来就是说你做过我就不想做了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突然问我 他说你先生做这些画 他需要去申请专利吗 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艺术家申请专利 那为什么那人家要去做了 我说好像我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个问题 好像艺术家都自动的避开 如果你做过 这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艺术家 如果他真的想走到最前 他可能会跟过去的艺术家有些对话 但他绝对不能说 我在复制你的东西 然后他的多元性 不管是同时代 不同时代 他的这个手段 他这种活泼和多元 非常非常有意思 另外就是他的开放性 我们做工程的 我们做科学的 我们习惯了 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但是艺术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你看一件作品 你随你怎么理解 没有对错 不能说我的理解是错的 实话说 虽然我先生是学艺术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 二十多年的这个挣扎里边 我感觉其实呢 很多时候 他是完全被艺术吸引过去 那我带着孩子 我觉得我确实抓住一切机会 能去吸收我能吸收的营养 我对宗教的这个 我的信仰上的探讨 和我在艺术上的去接近 那我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接近 因为我不是艺术家 我也不是艺术师家 我没有这些包裹 我去接受接近艺术 我只是想 我只是用他来看 我们人类的历史 看我们人类的这个 就是说艺术家 他们在过去的时候 他们怎么观察这个世界 他们怎么探索 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人生 怎么面对他们的痛苦 他们的胶着 所以 那我从理工科的背景出发 我觉得我也有很多的小误区 所以我现在把这些说出来 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意义 大家就用没有什么帮助就扔掉 我知道这张slide 七点你们也不用记 因为我还会每一个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 艺术品的理解 就是说没有对错 只要你去接近它 你就会得到一些东西 就像我讲的 如果说你想去感受大海 你首先是走进大海 如果你走进海边 哪怕你说 我不想把我的脚打湿 我不想踩那个沙子 那你至少会闻到大海的气息 你会听到这个海淘的声音 如果你去海滩上奔走 你会踩到沙子里边 你会感觉到是潮湿的 还是干燥的 然后如果你走到水边 你会跟那些浪花在那细细 如果你更有本事 你可以去游泳 你可以冲浪 你还可以去航海 所以我觉得你有完全不同的 这种享受大海的这个方式 但是你永远可以享受 你不可以说 这个艺术太难了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享受到 永远都是可以的 另外我觉得就是说 你不要问它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问它是什么意思 好像你不能得到这个意思 你就会觉得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会有一种很沮丧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要放下 我们的理工科的思维 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告诉你什么意思 那百合开花 它也没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有一个人说过 其实最美的东西是最无用的 所以我感觉就是第一点 就是说不要害怕 不要拒绝 另外一种有些人的想法 就是说 这都是阳春白雪 假装高雅的东西 跟我没有关系 我觉得真的不是 它确实可以给你生活里边 带来很多真实的 尤其是让你的内心变得强大 因为它这里边有很多 我们人类走过来的痕迹 我也不太记得 是不是杜尚说的 反正是有一个艺术家说过 一件艺术品在观者那里得到完整 所以就是说 你可以很骄傲地讲 这件艺术品其实还没有完成 直到我看到它为止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大概从19世纪开始吧 西方呢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自由主义教育 随着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以后 他们的教育理念 这个理念里边就有一点 他们认为 如果让人民更多的接触艺术 那他们会生活得更好 他们可能会成为更好的公民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西方的国家 他们有很多的公共艺术收藏 他们会建立博物馆 西方国家其实确实提供了 很多方便的这个 可以接触艺术 你可以当时我们在中国 要看一幅名画 你觉得哇 那只是在书本里头 但是你来到西方 你真的是完全就可以 直接走进去 你可以看到原画原作 所以我是鼓励大家 其实说实话 他们有些博物馆 很多时候连票价 基本上都不要钱 然后有时候的那个 会员费也低得不得了 就是我们在硅谷的相对来说 不像在纽约或者不像在欧洲 不像在华盛顿 有那么多的博物馆 但是我们也还是有很多 我们有德洋博物馆 我们有旧金山当代 有我们的亚洲博物馆 旧金山也有 圣河西也有圣河西博物馆 哪怕帕拉阿托也有我们的 帕拉阿托Art Center 而且咱们不好意思提 我们以后这个 Qualia Contemporary Art 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观看 所以就是说 鼓励大家去接触艺术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 很多时候我去看展览的时候 就看到那些小孩 我就真的是非常开心 而且我认为他们的教育方式是对的 我有些朋友跟我讲 他说我们带小孩去看 他们就发誓以后再也不进去了 我说你肯定是逼着他 要把每一个东西都看明白 可是我看那个西方 他们带着小孩进去的时候 有一次是那个Jasper Jones 在洛杉矶做一个展览 然后我看见一个 就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带了一群小萝卜头 我感觉他们也就三四岁 所以我的好奇心就大发 我就说我看你怎么跟这些 这么小的小孩讲这个Jasper Jones 后来我就 我真的是觉得他们非常非常聪明 那个在有一个厅里 他的Jasper Jones的几幅画里边 就是说都出现了一个圆形的 这个一个图案就在这里 他就跟那小朋友讲 他说这位艺术家呢 他的工作室里边这个桌子上 他经常放了一个咖啡杯 那咖啡杯就留下一个圆形的痕迹 他的当然不只是因为 他要把这咖啡杯的痕迹弄上去 他有各种创作的其他的想法 但是他就把这些 这个圆形的痕迹就放在画的不同的地方 他说小朋友们你们去找一找 看看每幅画都在哪里 那些小朋友都跟小麻雀 样的开心得不得了 每个人都去找 然后就很开心的看完了就走了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 如果我能像他们那样 我就想我就从找原型开始 我肯定可以欣赏艺术 当然现在我们好多朋友就说 我们现在年龄大了呀 我们还能像小孩子那样回去吗 我觉得当然可以 首先我们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回去 而且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下带回去 或者说 或者我们会让我们的孙辈 去到博物馆里头 如果他们从小观看 他们到了青少年 他们还会观看 然后到了这一刻 像这个老人一样 他也还是可以在这观看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从小习惯于看一个具象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画得越像的 越具象的 我们就觉得哇这个很好 这个我很喜欢 但等到我去到博物馆里 我发现很多时候 我还找不到真是很具象 我看着技巧也很好 像我日常生活里面东西 很多是扭曲的变形的 那我就充满好奇 我就去想为什么 所以我们就是看一下 这个是丢 对不起 这是丢娜的画的兔子 丢娜是一个15世纪的艺术家 我去年去维也纳的时候 在博物馆里刚好碰上一个 他的大展 我觉得是开心得不得了 弄得我就在里面看了看了 看到最后饿的觉得 我要低血糖要昏过去了 但是又想着 我要是跑出去吃顿饭 回来是不是就关了 所以一直在来坚持着吃 最后我把我先生送出去 给我买一个霸回来 接着吃 所以我拍到这张照片 我很开心 为什么呢 我老是只能在艺术史上 看到这个兔子 为什么他在艺术史上 这么常出现呢 因为艺术史上就是说 这个画得多么的细致 它的兔子的每一个毛 你都感觉到能出模样的 但是当时我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明白他的这个超群的技巧是有意义的 因为那个时候科学刚兴起 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在对动物进行研究 对植物研究 植物学的分类 他画了很多的植物 花卉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认为了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看见这个 我们会觉得很震惊 但是现在我们有摄像机 你觉得你还需要画一只 每一个毛都清清楚楚的兔子给你吗 而且画实回来就是说 在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工艺 我们不需要那么 就是说高超的写实的技巧 照样能带给你艺术的感受 这是那个希腊的一个桃冠 你看这个兔子 这是这个好像朋友 送给另外一个朋友一只兔子 这个兔子就几根线出来 但还是非常可爱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只要我们放下一个观念 不要说认为 我们就是要看写实的东西 不写实的东西 我看这里不对劲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 艺术艺很关键的一点就是 你要放下你一些预设的一些观念 这位艺术家 就是如果大家稍微查一下的话 或者艺术稍微有点关注的话 就叫Jeff Queens 就相当于美国的这个 艺术界的pop star一样的 首先呢 他的这个价位之高 然后他的东西就是说简单 这也是一只兔子 那这个兔子不但说 不是每一个毛 就一个毛也没有 但你看见这个兔子 你会想到什么吗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玩具 对不对 所以他经常把这个 就是通俗文化里边的 这些玩具 像什么Teddy Bear 那个小熊 或者是Ginger Man 全部把它做到巨大 像这个像Molumento的那种 纪念碑一样的这个尺寸 所以我觉得他他在像你一种观念上 就是说想像你沟通的是说 这个通俗文化和这个高雅的文化的这个界限 他要把它好像穿透 那他并没有给你一个答案 他只是给你一个一个描述或者说一个问题 答案 其实艺术家觉得对于社会 对于人生很多时候是没有答案的 但是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 Homa 548 对不起 这是一位德国艺术家 他就直接把那个Duna拿出来开扇 他说好Duna你不是画得很像吗 你的兔子 那我把你的兔子放大 然后我用塑料做出来 对吧 这边是一个放大的一个巨大的这个Duna的兔子 到了这边呢 可能没那么大 但是也不小 然后他给你做的无穷多 把这个广场上摆满了 这个我想呢 就是说 我没有仔细去研究这个艺术家 那我当时一看我就想的 这个跟我们的这种 现在的这种Mass Production 这种批量生产 这种文化 它是非常贴切的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 艺术家很多时候 有的艺术家 他是有技巧 他说我用技巧有什么用 我是活在当代 我要发出当代的声音 我要跟当代相连 第三条就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容易喜欢一件艺术品 如果这个艺术品呈现的这个对象 是美的 一个很漂亮的行李 一个飞起来的行李 或者是说 一个很漂亮的少女坐在来 或者一朵玫瑰花 或者是夕阳西下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好 如果你给我画一个 泡泡烂烂的东西 我就觉得 看着都不舒服 所以就是说 我不喜欢 其实我们要明白一点 艺术品它不是用来起悦于你的 它是要挑战你 它是要让你去思考 它其实是要把一些很大的 就是说我们人生 我们作为人的一些问题 摆在你眼前 要你去思考 它有时候有答案 有它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它没有想法 它就说 我就给你看 就是这么回事 你自己去想吧 这位艺术家 这位叫德明赫斯特 这是一个90年代 突然生明确起的一个艺术家 一个英国艺术家 如果你们去查的话 那他应该是现在 世界上最富有的艺术家 我认为他已经远超过 以前的比加索 所有的这些人 我不是说对他的所有的作品 都就是说 他是一个非常 有很多的争议的一个人物 但是我认为 他有的艺术品 还是很有力量的 比方这件艺术品 它是故人去打了一个虎杀 就是一条鲨鱼 然后这个鲨鱼死了以后 他把它泡在一个福尔玛林里头 然后把它固定在那里边 在一个很简洁的这种 非常工业 现代工业的一个框子里面 把它装在那里头 然后他这个作品的名字叫 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 我们中国有些把它翻译成 生者对于死者的无动于衷 我认为这个翻译是错的 它其实要说明的是说 在生者的脑子里边 在我们的脑海里边 我们无法想象死亡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其实我们对于人类来说 因为我们人类的人性的特点就是说 我们是我们有motality 我们是必死的 我们不能永生 所以死亡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一个 一个终究要落下来的箭 人类这么多年 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 我想都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 宗教也是对死亡的一个 就是说一种面对的方法 对吧 我们会谈论 就是说永生 谈论我们灵魂的得救 或者说谈论轮回 谈论再重生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面对死亡的一种方法 我们谈论的方法 所以他在这边说 生者无法想象死亡 我觉得这几年我就有特别特别深刻的体会 因为我有几个很亲近的朋友 他们得癌症去世了 其实我那时候很担心 总是觉得他们要离开我了 但是我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可能啊 我这跟他说这话 我觉得哪怕他的身体在筛弱 可是他是一个很鲜活的个体在这 他怎么能离开呢 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也是无法想象 就是说我们只能接受活着 活过去了的死亡的这个状态 我无法想象这个过度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件艺术品 它其实真的是很要你思考的一个 但我知道有很多人说 那这个不就是一个哲学吗 那为什么就是叫艺术了 叫艺术博物馆 为什么我们不办一个哲学博物馆呢 我想也是可能的啊 就是说艺术家现在认为 我们很多的就是说手段都可以用 是觉得或者说我们从脑子里 换进你的这种观看的这种 也是可以的 还有当然他有很多多重的 这个艺术家他一直致力于 就是说他总是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让你来思考死亡 他比方说把那个骷髅啊 贴上无数的钻石 当然他很有钱他贴得起啊 所以这也是 就是说他总是在哪儿探索 这里边还有当然还有很多不同层次的这种意义 就是我自己想象的 就是说我们一谈到鲨鱼 我们都会有一种恐惧感 对不对 尤其是你们看过大白鲨 对不对 那电影里边 那个大招一下咬过来的时候 我们心里是很成恐惧的 但是只磕了这个鲨鱼是死的 就像在自然博物馆里边一样 对吧 所以那你现在能面对你的恐惧吗 还有就是说我们到博物馆去看这个的时候 和看这个又有什么区别了 这位科学家 这位艺术家很喜欢把科学啊 医学啊很多东西都搅到一起来 然后从视觉上来说 其实这个确实是很美的这种简洁 你看这种框 这个鲨鱼 这个整个就是在这里边 如果你去观察它这个简单的一个简影 当然他也可以画画 这是他画的一幅画 我最近在那个Christie 我经常会去观看一些那个拍卖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拍卖的作品呢 很有可能我就看不到了 一旦私人收藏了 博物馆里面就看不到 所以我经常会去关注 然后我去看一些图片 所以这是他最近在那个Christie拍卖的一幅画 他叫Midas Void 因为他用的底是金 Midas Midas 大家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 就是说他碰什么就变成金的这个 一个希腊故事 然后这个 所以呢 这也有一层这个隐喻里边 就是说 本来这个蝴蝶是有生命的 那他一碰到就变成金了 但是他也失去了生命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这个蝴蝶是活着的 就是说是真正的蝴蝶 不是画出来的蝴蝶 他本人养很多蝴蝶 然后把这个蝴蝶 在死亡以后 把它交在这个画面上 所以 那这也是一种 就是说蝴蝶在我们的 这个 就是说 一些寓意里边 是一种重生啊 这个Weburs 既然谈到死亡 那我就看看 就是说 在艺术史上 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说 这个是Ophelia The Death of Ophelia 这个是那个 哈姆雷特 就是萨斯比亚戏剧里边的 这个女主人公 Ophelia 她发现 就是王子把她的父亲刺杀 父亲 就是说 误杀她的父亲 她的那种悲哀 所以最后就是说 那个里边是说 女王说 她踩着那个 一个柳树枝 柳树枝折断 她就掉下去了 就淹死了 但是到后来 就是说 在那个坟地里边 他们讲到过 就是他们 那个时候的宗教 就是说不接受她 因为认为她肯定是自杀 因为那个水特别浅 所以 这个是 John Everett Millett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 大家一看呢 就想到这个是 19世纪的那种 有点 就是浪漫主义的那种风格 对吧 下边这个 这个你看是 同一个时期 他们都是18多少年 但是这是 那个 德拉克罗拉 她的风格就不一样 大家知道 德拉克罗拉的 画风 所以她这里边 你看她的动感 就更多 我是想 个人你是可以选择 你更喜欢哪一个 我觉得德拉克罗拉 我也很尊敬她 但是说 如果说要我挑的话 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一副 就是跟我自己的 这个性格 我的个性 下边我要说一件作品 这也是 就是说 她这个 她所表述的东西 这是什么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如果你走进博物馆 你第一眼看到这个 这不是一堆糖吗 然后这些小孩 还在拿这个糖吃 那这是一件 什么样的艺术品 对吧 然后你走过去 看她的标签 那她的标签会说 这个艺术家是 Felix González Torres 这个艺术作品的名称 叫Untitled 无题 但是她里头说了一下 Portrait of Ross in LA 就是说 罗斯在 就是LA的罗斯的肖像 那就是说 如果你再了解一下的话 Ross 就是这个艺术家的男朋友 他得了艾滋病 后来他就去世了 所以去世以后 他后来 他自己本人不久 大概不到 我觉得不到十年 好像也去世了 但他的这个男朋友去世以后 他一直非常悲哀 他做很多的这个作品 所以他画的 这个就是说肖像 在我们的想象中间 肖像嘛 那就是你大不了 就是说一个头像 或者说上半身 总不至于说 连人也都看不到 而是成为肖像 但是我知道 他这个作品确实在 有就是说 整个车展的肖像 画展里面展出过 因为为什么 我们想一想 我们画下一个人的肖像 我们是为了记住这个人 我们是想要人家看到 那他呢 他当时 为什么用这个糖果 这个糖果是 一共175磅 因为那个 他的男友得病了 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那个时候 医生就说 你的理想的体重是175磅 所以他就记住他了 这点 后来这个疾病的折磨 当然他的生理销售 最后离开 所以他就 一直想纪念他 他就记住了这个 理想的体重是175磅 他就放了 每次他会放175磅糖在这里 然后你参观的人 可以拿这个糖吃 然后每个清城博物馆 会称这个重量 又把它重新加到175磅 那在这个 就是说在这种 interaction 在这个交流里边 他想表达的意思了 我觉得当你拿着一颗糖果吃 你看见这个颜色才是美的 你看见白啊蓝啊红啊 然后你吃着这个糖果是甜的 所以就是我们人会意识到 爱情是美好的 是甜蜜的 但他也是同时是短暂的 意识的 然后还有一层我觉得 就是说 他这种每天重新把它注入 其实也是在描述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都是 我们不是永恒的 但是我们的精神总是在抗拒 总是在希望永恒 所以他这个 每天早晨把它变成175磅 也就像我们人类总是努力的 就是说 我们要记住我们所爱的 我们要把这个爱情 我们要永远的 好像记在我们心里 所以我认为 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艺术品 如果你不固守你的观念 一定要看到肖像 就是以后画在画布上的一个 一个人脸的话 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 我刚开始也是非常糊涂 但是长期我这个观察 有时候我也会去读一些书 去上一些课 其实艺术的语言 也是一直在发展 就像我们的物理一样 我们有牛顿力学 我们有量子力学 我们有相对论 其实艺术也是一直在发展 只是说 它的没有那么健身 和那么的就是说严谨 这个话里就很宽了 所以我只能说 就我挑我的这个 感受里边几个简单的例子 跟大家讲一下 我去那个维也纳的时候 在一个博物馆里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展览 这个展览 这个艺术叫 Witchard Gressel 他是一个25岁就去世道的艺术家 所以其实他没有 至少至今为止 他并没有进到艺术史上去 但是他现在的地位确实在 就是人们在重新发现他 就是重新认识到 他真的是一个天才 但是可惜就是说他人生突然出现一切不幸的事情 然后他就自杀离开了这个世界 所以我在那的时候看到他这个个展 这是他1908年 他是25岁 这是大概是早期 2008年的早期 他画的这个自己的自画像 就是说他其实那个时候 还是有后印象派呀 一些印象典彩呀 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些这个痕迹在里了 但是呢 你就感觉到他这里边有一些 就是说这种情绪上好像有一点神经质的 这些成分已经在那里头 他的笑 虽说他说他描绘的是自画像是笑 但是这个笑不是那种让你觉得 特别自在的 特别放松的那种 我们可以看看这两幅画的这种 就是说感觉到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元素在里头 那下边他就开始跳了 这个是他画的薰伯格一家人 薰伯格是一个什么人呢 是如果大家学音乐的 或者说有学音乐的 或者你去查一下 他在音乐史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 他的这种无调性啊这些 就是说 而且这个家伙还真是蛮有才的 他的 我们在那看 我看有些博物馆里面 很多我还看到他的画作 所以他当时呢 就是在Richard Garso 还是一个大学生 25岁年轻人的时候 他已经很有地位了 但他是一个蛮有眼力的人 所以他呢很喜欢Richard Garso 他觉得他很有才气 所以他夏天的时候就邀请他 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 到他们的夏天的避暑的地方去住去玩 所以呢 他就画了他们一家的这个肖像 当然这个后来也就成了这个悲剧的起源 因为他呢后来就跟这个薰伯格的老婆发生婚外情 那他老婆先跟着他跑了 后来又回去了 那薰伯格自然是不高兴 所以就用他的影响力 可能就是有点压迫他 使他就有一点点 就是好像没有前途了 人就说都不太理他了 所以就导致他就是说过早的夺走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看这个时候 这是1908年 所以说抽象就是说 二十几初开始走向抽象 但是他确实是非常早的 而且到这个 这是他画的那些 就在他们家的其他的客人 这个就更厉害了 就是说你感觉到这个笔触是扭动的 已经不是那种清晰的 因为早期的这个油画 尽量让你看不到笔触 就让你看到像是真实的 这个是我说实话 我要感谢我先生 我原来去看画的话 我就看要画的这个人 画的这个什么 他老要我说 你去看那个笔触 你去看那个色彩 你要把它就是说 你要想到这是一个二维的 这是一个视觉的一个illusion 你要看它 就是说 你要看它的这个构图 看的东西 像我那时候看那个进屋的葡萄 那个哇亮亮的真好 后来我才明白 哇那个亮光 就是它上面点的那一点白的这个油彩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 你慢慢学会解构它的这个图形的话 所以那个时候 那你就对这个理解这个抽象 就觉得很容易 那我就把它比出画的更明显一点 这个 所以这是它 到它 就是后来到晚一点 它就自杀就离开了 所以很多人就说 如果它没有过早地夺走它的生命的话 那这个抽象表现是不是在美国了 还是它就已经在维也纳就起来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去猜测 没有发生的事情 历史就是历史 对吧 但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到了50年代 这个就是美国的抽象表现 那是如日中天对吧 这个艺术家叫 威廉德库林 他的 这个扭曲的这种笔触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 就有一些联系在里头 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一些不同 我觉得我从这里边 我可以看到 比加索的这个立体 的这种 这种 影响在 也看到 马蒂斯的那种线条 这些东西在里头 所以就是说艺术 他的艺术语言 它是有相承的地方 就是艺术家总是 他们有很多的这种 叛逆 或者说 成绩 各种 在这里边 都在 都在 作用 这位艺术家 就是叫 苏丁 苏丁我是 很喜欢他 因为 我觉得他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他对他的这种表达 其实很极致的 他没有走20世纪 就是说20世纪初的那种 大家的 这个 这个潮流都是走向抽象的时候 他没有 他还是在画具象的画 但是 我猜 有些朋友会讲 我天 我宁愿他画抽象的 这个已经拧成这样子了 对吧 其实 你要想一想 他为什么要拧成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知道 这个房子的这个尖顶 绝对不是像一个帽子一样 戴着像风吹的那个帽子一样的 对吧 房屋也不像风吹的那么凝 房屋是固体的 这些树简直就像一团一团的云一样的 那你看到了 你会作何想 我觉得 他其实是向你呈现 作为人的个理 或者说艺术家本身 他内心的躁动不安 他本身他是在 在俄国长大的 就是说犹太人 对他的生活 年轻的促进集市 所以他 后来他在巴黎 然后 他跟摩迪利安尼亚这些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心态 使他们找到表达自己的语言 所以我们想一想 就是说是一幅画的非常具象的 非常真实的一个风景画 带给你更多的感受 还是一幅这么扭曲的画 带给你更多的感受 我认为应该是这一幅 对不对 当然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以前的大师画的那些画 都是那么平静 那个自然的景色 他们为什么不扭曲了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人类 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 我们从这个几个世纪走下来 我们社会确实变了 对吧 我们首先 我们人变得更加的自我 我们在以前的人 我们是向上的 我们是 我们是 去崇拜自然 崇拜神 我们没有那么的 就是说把自己的地位 提到那么高 那自从文艺复兴和 启蒙运动 我们突然觉得 我 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那艺术家也一样 他们更多的在表达 他们自己的感受 你看这是他 他画风景 他也画肖像 他还画镜物 如果你就看他的镜物 那更加的就是 完全不像那个古典的镜物 这个确实不像我们想象到 我们有朋友肯定会想 你要是给我画这么个肖像 我肯定不敢挂出来 我肯定就把他反着挂了 对吧 那他为什么不是画一个 像瓷娃娃一样 一个美丽的少女呢 他要画这样 因为他觉得那个没有意义 谁都能做出来 他要画的是一个 就是一个女性 他内心的 他感受到这种外界的压迫 用这种色彩 这种黑色的 这种扭曲的 然后你看他的手指的 那种方位 他的整个人 有一种紧张 和一种不安 一种躁动在里头 对不对 这个艺术家 我之所以来讲一下他 这是一个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艺术家 但我从来也不认为 我完全理解他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很高兴 这是一个德国艺术家 叫Anselm Kiefer 我把他这一幅画拿出来 这幅画在那个洛杉矶的Broad Museum 大家要去到 也许有时候能找得到 他的这个画的这个名字 就叫纽伦堡 这位艺术家他就是说 二战以后的德国 其实是战后的这个 创伤是非常非常重的 就是说不管你说 他是作为侵略国 但是作为德国人民 他们是一种非常深重的 这个创伤感 那纽伦堡是一个很特殊的 一个地方 就是说首先纽伦堡 他在文化上 德国的文化上 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接着来那时候 希特勒就是说 他那个时候 纳粹经常在柳能堡 弄很大的这种 这种聚会 所以在远处 在这个地方 你还可以看到 这个德语写的 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 Festor Ground 就是他们在那里边 也经常这种 举行这种 就是纳粹的这种聚会 狂欢 就是说 先世效忠 这种活动一样的 然后这边呢 他认为 就是说 他的这种沉重的这种 对历史 对宗教的反思 德国是一个 就是说宗教家呀 哲学家呀 都是辈出的一个地方 他们的思考 总是很沉重的 所以他认为 简单的油彩和帆布 已经不能表达 他所想表达的东西 所以他会 拿很多其他的材料放上去 比方像在很多的稻草 然后还有可能像一种烧焦 那东西 这个还不是说放的最多的 他在那个Fort Worth 一个博物馆里面 他放的那个东西 让我左右再来担心 这幅画怎么挂得住 因为恨不得石头都上去了 然后他有的话 甚至把那个飞机的螺旋桨 像一个武器一样的 都直接贴上去了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有震撼力的 他在这个 这幅画里面就是说 他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 这个地方 因为柳能堡后来呢 二战之后 这个战犯审判也在那里 所以他就是说 我把这个柳能堡 用这种意象呈现给你 让你去思考 思考他的历史 思考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他没有明确的答案 他是一个开放式的 等待你来完成这幅作品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艺术家 是因为我们画囊 我这次展出的里边 我们有一位艺术家叫尚阳 尚阳是来自中国的一位艺术家 我觉得是一位非常让人真敬的艺术家 他是12年出生的吧 所以已经现在快80岁了 他是一个 他可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当过院长 他就是说 他在体制里边 就是说也是很受人真敬的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受那些东西判处 他一直还是很前沿的 他总是说 他要忘掉他的一些 就是说他的记忆 他画过一幅画叫黄河船夫 是德国讲的 但是后来他说他有一段时间 他就是想忘掉这个 他忘掉他的这个写实的能力 所以他后来走向抽象 这一幅作品叫坏书文学 他有一系列的坏书 坏书逻辑 坏书历史 这个是坏书历史 那他想陈述什么了 我看他自己的谈话里面 他有讲到 他觉得这些年来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环境 都在变得很糟糕 所以他觉得 他必须用一些比较 就是说不简单 只是颜料他能描绘出来 他也不能用具象的东西 所以他要用一些抽象的 然后他要用一些 这个不同的综合材料 来表达这些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没有一个 完全具体的解说 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艺术的话 其实有时候当做 偶尔 我有时候会放一本书啊 偶尔翻几页翻几页 放在长头 或者放在沙发边上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 对我们了解艺术是有帮助的 就是说 艺术史它的历史是非常漫长的 很多时候 它真的就直接跟历史对话 其实我们 我觉得从来都是如此 如果你去读我们中国的文学 很多文学作品里面 然后你要去读《红楼梦》 《红楼梦》里很多的诗歌里面 都是引用过去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一幅画是 苏联 前苏联的两位艺术家 叫Koma 曼拉米 他们俩后来来到美国 而且他们总是一个 形成一个组 他们俩永远是在一起做作品 我现在不知道 我最近好像没有看见他们 是不是说 他们不再合作了 反正以前 他们的合作很有意思的 所以这一幅画叫什么 它说 The Origin of Social Realism 就是说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源 大家大概知道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我们应该听说过 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是达到最高峰 而且它通过苏联传到中国 我们中国其实 早期的这个学院派 基本上都是受它影响的 那它用了这个 The Origin of Social Realism 就是说 社会现实主义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源 而且它画了一个系列 一个系列都叫 怀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那我们来 就是说 从视觉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首先 这个布景好像感觉 有一点像那个 罗马的这种 大柱子啊 大厅 然后呢 这个用光啊 这边有光啊 这个帘子掉的 好像都有一种 就是这个 classic经典的那种 那个成分在里头 然后呢 这个 我们假设 如果你看到这个 我们就想 哇 这个 它的衣着啊 它的这个发誓 我们想想 也许是一位女神 或者说一位 希腊罗马的一位少女 就是说 我们不得而知 对吧 它在做什么呢 它把这个 斯大林的这个 下巴稍微拖起来 然后好像在光的影里边 在勾勒 它的这个 这个头型 那这是什么 如果说 你看过这幅画 你就 立即就会 发出会心的微笑 你就会知道 它暗指的什么 这幅画是 18世纪的一个 艺术家 Joseph Wright 他画的 当然这个故事 更早 是在希腊时期 就有这个故事 他就是说 希腊 哥林多 Corenton 哥林多有一位少女 这个少女呢 他有一个心爱的少年 但是这位少年 要离开他了 他究竟是去战场 还是说 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他 我不得而知 只是说他要离开他 那他就很伤心 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做淘气的 后来他的父亲就说 你把他的身影 勾拉下 就是勾画下来吧 所以呢 在这个画面里边 就是说 这个少女 等这个少年睡着了 就拿这个 whatever 探条或者什么之类的 或者说 把他的这个剪影 勾拉下来 对吧 这是一幅很经典的画 所以你看 光应该是躲着 这个帘子后面打过来 然后因为这幅画是什么呢 是一个做淘气的人 让这个Joseph Wright 就是commission的 让他画的 所以呢 他是跟这个淘气相关 跟自讨有关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切入点 那当他把这个剪影 画下来以后 他的父亲呢 就把那个淘土的 就填到那个 那个outline 那个线条里边 然后把它烧制出来 所以最后就给了 这个女孩 这个少年的浮雕 所以呢 后来呢 到了18世纪 是个浪漫主义时期 人家就说 把这个称为是我们 绘画的起源 这当然不是绘画的起源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三万年前 我们就有人 就是我们的祖先 就在那儿画 他他为什么要说 称这个为绘画的起源呢 他其实是一种 就是说 一种比喻性的 一种象征性的 就是说 我们这个绘画 其实是 我们人类 对于我们美好的 记忆的 一种不舍 我们要留下这个记忆 我们要留下我们所爱的人 所以我们把它画下来 所以他称这个 the origin 绘画的起源 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 所以你就明白了 就是说 从这个故事而来 但是呢 你们知道 这位少女 大概并不是爱上斯大林 想把她 好像保存在记忆里头 对吧 可能恰恰相反是 斯大林想 让人民 让无数的少女 好像永远铭记她 然后还有一种呢 其实也在暗讽 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 其实是要求艺术 为政治服务 对吧 然后 还有很搞笑的 你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那个少女 她勾画的是 这个整个少年的囊括 那在这里呢 她在勾画的是 斯大林的脑子 而且是她脑子的 这个影子 所以就说 这是我们社会主义 现实 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这个 就是说 我们要为政治服务 我们要为领导者服务 而且我们要为这个 我们领袖的 她脑子里边的影子服务 所以这个 这一层你搞下来 你就会觉得 好像会会心一笑 这种幽默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视觉上也是 就说像一幅经典幽化 也是很完美的 最后要讲一下摄影 因为摄影也是一种视觉艺术 所以18世纪的时候 19世纪 18多少年的时候 当摄影出现了的时候 这位摄影家就很有意思 他就说 摄影刚开始的时候 那些艺术家 那些绘画的人认为 你不能算到我这一类 我们绘画是高级的艺术 你的摄影是一种技巧而已 后来他就不干了 他就想像这个艺术家 就说你也接受我吧 这些绘画的 他说所以他拍了一张照片 他也是用这个同样的 然后他把它称为 第一张底片 叫摄影的起源 因为他就说 我摄影也跟你们的绘画是一样的 我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人类的记忆 我也是要记下这个 只是说他呢 也有一点幽默的 所以他雇了一个英国的一个演员 然后你明显地看出来 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那个 那个古典的那种古希腊的那种 少男少女的形象了 这个明显的已经是18多少年 那个英国时期的风格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我现在就是还想讲一点 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 现在他们会不但说他要表 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声音 他们还要参与到这个社会的改变 社会的运动里面去 可能你们有的看到我朋友圈 都会知道这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挑了一个艺术家 这时候真的是我自己挑出来的 花了一些功夫 我挑这个艺术家的时候 我大概是八月初 我把他的画运过来吧 那前两天我就开始布展 后来他突然打电话来 他告诉我 他说I have a timely news to you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因为这个实时的 也就是刚好是因为是Time 他说因为他登上了这个时代周刊 我是很高兴 感觉自己好像像个小星探 一样的发现了一个 那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就是说 他不但是一个艺术家 他不但画出色彩很美好的艺术 他还参与这个环境的保护 因为他住在俄亥俄 他是一个英国艺术家 住在俄亥俄 那俄亥俄有很多废弃的矿区 这个水关进去以后 再出来就有很多的 这矿物质被溶解在水里了 所以水的污染非常严重 是有毒的 所以说看着是美得不得了 但是是有毒的 所以他就想着 有什么办法 我既能把这种 视觉上的美呈现出来 又能把这个环境的污染改善了 所以他真的就是去跟这个工程 科学这方面的这些教授们合作 他们就把这个过滤这些水 然后把这个矿物质 把它用不同的办法处理 烧结 最后形成颜料 而且一个比较主要的颜料 就是Iron Oxide 这是他的作品 他这作品有些就是他 制的这个颜料 所以就是说 这是一个社会参与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就是说 所以我们会意识到 现在艺术家 他们已经不甘心说 我只在家里制造艺术品 他们要 就是说 发出很强烈的声音 参与很多的 很多的事情 我当时 一方面是受他这个 就是说这种 对环境的这种 参与意识感动 另外一方面 我确实也喜欢 我觉得他在这个作品里边 他让我想起谁了 想起那个 五六十年代的 就是抽象表现主义里边的 一位女艺术家 叫Helen Frank Thiller 她如果 在我朋友圈里的朋友 会看到 我的朋友圈 我用的那个头像 实际上是他的 一幅画的一个局部 所以我是蛮喜欢他的 所以你看看 他们都是这个色彩 在这儿留他 但是呢 John他是站得住脚的 就是我挑的这个 在我们画囊里展出 actually大家可以 等一会儿 可以看到 如果你从我的小头上 你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这几部全是他的作品 所以他的就是说 他们之间都有这种色彩的流动感 这种抽象的 但是就是说 John他站得住脚 他不是重复 那个Helen Frank Thiller 是因为他的 跟这个社会的相连 他自己做出来的颜料 而且当然他表示的图形 也是不同的 他更多的是 好像要你感受一种 地层的结构啊 这种因为他对矿啊 对矿这种感受 最后我要说一点 对不起 就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 朋友讲 这个画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会画 我刚开始看展览的时候 我经常也开这个玩笑 我就说 尤其是那种抽象的方块的 我说拿回家 我找一把尺子 我画 我徒手画画不值 但是我拿尺子 我肯定能画值 我也会画 但是 那为什么 人家说 为什么那幅画画得那么厉害 这个确实我也能画呀 问题是 艺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边 不同的一点 艺术强调的不是产品 所以说你说 那他卖的不是这个产品吗 卖的产品的后边 其实是蕴藏着 他的所有的思想 他的创新 和他的证 还认识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服制品是没有价值的 大分寸的东西 永远是没有价值的 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 在微信圈里发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挺感人的 也是我们湖南的一个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好像在大分寸很吃苦的 然后就 领那个梵高的话 领到相当有名 记得说梵高的那边 就是荷兰老来订他的东西 他那时候很骄傲 后来那个荷兰的人说 说你要是愿意过来的话 你买机票 你可以到这边来看看 他很激动 他一直觉得 他的作品在荷兰 后来他去了以后 两件事情 让他失望 一个就是说 他发现他的作品 是在纪念品店里头 在那个梵高博物馆边上的一个纪念品店里面 另外一个是他真的是多年 就是说花了自己的机票钱 到了以后 他就说我一定要去看真实的梵高的作品 他一走到那以后 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不像啊 不像 人家说他画的是最像梵高 他在大分寸是有名的像 但是他真的他很痛苦的承认 他说不像 一点都不像 而且这个故事结尾最有意思的时候 他回到家以后 他不顾他们太太和家里的反对 他说我不要再做这个了 我要画我自己的画 所以这就是说 艺术它不是这件作品本身 哪怕你能复制 复制已经没有意义 是他后边的所有的这个创新 和他的历史的时代的 所有的这个思想 这些意义都在那里头 正是基于这一点 我就觉得 你对一个艺术家 很多时候有时候 你只能看到一幅他的画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通过一幅 哪怕是名画 来了解一个艺术家 你一定要去看他 所有的创作的过程 尽量的更多的了解 那最后呢 我想用一个 就是伊朗的一个有名的电影导演 叫阿巴斯·凯尔罗斯·戴米 他的一个电影的一幅 一幅图像来结尾 他的这个电影叫 二十四尊 就是24 frames 这个电影如果 我是建议大家去看 它是没有故事的 如果你能看下来 真的觉得很美的话 我觉得 那你确实是有 就是说 就是说 欣赏能力真的是比较高了 他没有任何故事 如果你说你能看下来 能耐得出这种 无聊的话 没有 真的是一个故事也没有 他说了一句话 我常常注意到 除非我们把眼前的景象 放进一个框子里 否则我们会视而不见 所以我就是想 我说 我走进艺术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去欣赏艺术 也就是说 你找到一个框子 所以在你日常的生活里 你有了这个框子 你终于会看见 你眼前的事物 你会欣赏眼前的事物的美